奥运五环标志前大排长龙 民众撑伞冒着雨也要拍张照留念 不只拍拍照 一旁奥运博物馆当日入场预约几乎全部额满 里头周边商品热卖 闭幕过后的第一周奥运热依旧很夯 号称史上最坎坷的东京奥运终于落幕 但是这个热潮正在持续延烧 究竟半夜小奥运能够带来多少利益和效果 在日本国内备受关注 我买了一家的衣服 我买了一家的衣服 对吗 例えば什么衣服 Tシャ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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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关系的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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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36亿多日元的经济效果 转个镜头来到观光区 商店街仿佛回到疫情前 欧美游客身影明显变多 东京奥运真的为日本经济带来曙光了吗 店家苦笑说这样的光景只是奥运期间昙一现 尤其日本的新冠疫情不断恶化 根据民间机构失算 东京奥运在无关重赛事影响下损失约1337亿日元 不过各项建设和周边商品业绩加起来 也还有一兆6000多亿日元的经济效果 但是随着紧急状态延长和扩大造成的经济损失 从原本预估的一兆多膨胀到2.19兆日元 是奥运经济效果的1.3倍左右 虽然奥运热潮能多少刺激消费 但从数字上来看仍然不敌疫情带来的冲击 环宇新闻17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。 谢谢观看